成年男人都推不动的32吨巨石却被七岁小女孩推走了 难道是因为天生神力吗 专家却直接否定了这个说法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上集咱们讲到啊 七岁小女孩邱孟宇和父亲一起来到景区 看到了众人对一块重达32吨的巨石是摩拳擦掌 都想要将这块巨石推动 谁知啊 几个男人无论是用蛮力还是用杠杆翘啊 都是纹丝不动的巨石 却被邱孟宇这个小孩子一推就推得晃悠了起来 众人怀疑邱孟宇拥有天生神力的时候 专家解答出了事情的真相 如果你也想了解完整内容 欢迎点击右侧头像进入主页 再点击刚刚看过 查看上集精彩视频 本期视频我们接着聊 相信啊 很多人都听说过风冻石这个名字 它屹立在石佛山景区呢很多年了 风冻石呢 顾名思义就是风一吹就动 人怎么推它都是不会动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效果呀 是因为这块石头摆放了特殊性 风冻石底下有很多的空隙和悬空的地方 其实呢支撑风冻石的受力点只有三个 三角形具有稳定性 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块石头才会一直稳稳的 而这块巨石的原理和风冻石一样 能推动就靠角度 只要推到特定的角度 即使再小的力气也能让巨石晃动 反之找不到这个角度呢 即使你再大的力气也是白费的 巨石不会动一分一毫的 所以七岁的秋梦宇之所以能够推动巨石呢 都是因为他恰恰找到了那个角度 纯粹是巧合呀 与他是否拥有神力是毫不相关的 说到这呢 就不得不感慨这个世界的奇妙之处 而且这块巨石和风冻石 在我国并不罕见 在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石头 那你知道我国有哪些特殊的石头吗 欢迎视频下方留言 喜欢我的记得点赞收藏 我们下集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